已经多次来访花莲 很喜欢花莲 由就读新北美国学校九年级的学生号召 邀请美国新加坡等地方的美国学校同学一行人 在2022年的年末一起来到花莲的瑞瑟 寿风以及吉安等地 透过农田采集 黎民教养院服务等方式 进一步认识花莲 也期盼透过孩子们将花莲的好山好雪 以及好人情味传播到国外 爱在花莲无国界 2022年年末 一群来自国内外美国学校学生 在花莲吉安乡的芋头田里 体验如何采收芋头 有多次来访花莲 喜欢花莲 就读新北美国学校九年级学生沈传恩 号召国内外美国学校同学 26日起展开围棋五天的花莲之工服务 我觉得花莲就是有很多美丽的地方 然后很多很酷的农产品 加上这边人情味很重 这边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像是一些生性残障 在那个黎明教养院里面的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心非常的善良 然后纯真 跟小孩子一样 啊我非常喜欢跟他们一起玩 然后陪他们聊天 因为他带给我快乐 我非常想要让全世界人知道有那么有花莲那么美的地方 所以让他们从外地的人来这边 不光是旅游也可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一可都是去海外去帮助一些偏弱的国家的当志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想法把它带进台湾呢 其实我们的孩子因为都是念一些外侨学校 有一些在美国 有一些在新加坡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ideal 其实花莲是个非常好山好水 人情会非常丰厚的一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一些孩子把他bring in出来 就是把他们带回来 让他们寒暑假的时候带回来 然后就像种子一样 爱的种子一样 他可以所看所学所闻 他看到这一片的好山好水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爱散播到 他们未来要回去的那几个国家 然后让他去开花结果 这个是我们的初衷 爱在花莲聚工活动 由花莲好市集负责带领一行十多位同学和家长 从内睡到寿风和吉安 不只体验采集芋头 也深入果园采收 做蛋糕给长辈 和服务黎明上阳园的弱势远生 我们第一天来到花莲 我们是到瑞穗 瑞穗 花莲好市集 农友 尼勒果园 去采收柠檬 做柠檬 老奶奶的柠檬蛋糕 下午 傍晚我们又坐骑肩车回到寿风 我们就把这个老奶奶的柠檬蛋糕 送去给一个做回收的阿嬷 那个阿嬷已经86岁 相信同学也会有感触 这个老奶奶收到他们的蛋糕的时候 是满年喜悦 也有去跟他们疗育犬做互动 也到鸡舍去捡鸡蛋 因为这个平常在他们不当 在国外求学可能这种经验跟体验都比较不可能有 那这次来花莲我们就是都有跟家长讨论 就是让他们有深度的去体验 连续第三年参加活动的沈传恩 号召美国西雅图 新加坡 新北和高雄等地的美国学校同学一行人 体验没有接触过的生活经历 透过实现种子计划 期盼将花莲好山好水和好人情 在未来各自归国后 能持续将良善精神传播世界各角落 记得蒋帮燕吉安相报道